大家吉祥 我是萬年寺廟宴 今天跟大家分享這一道菜 是乳大白菜 大白菜是一般非常容易看到的食材 今天我準備的材料有 大白菜 紅蘿蔔 木耳 香菇 木耳跟香菇要事先泡水 如果是乾的要事先泡水把它泡發了 香菇把它切成片 還有薑片 再來是豆皮 如果家裡沒有豆皮也沒關係 就不用放豆皮 還有調味料有黑胡椒 鹽 醬油膏 香油 跟食用油 那今天這一道菜它其實非常的豐富 有蔬菜 還有紅蘿蔔 還有豆皮 它是營養價值非常高的 那我們首先就先加一點食用油進來 把它燒熱了 之後放薑片爆香 因為大白菜一般來說是它的杏質是比較偏寒的 所以我有準備薑片來中和它的含性 薑片爆香之後就可以放香菇 我今天準備的鍋子它是有一點深度的 所以待會兒在滷白菜的時候它比較容易操作 好 等到香菇的香氣出來了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紅蘿蔔也放進來 我們就可以把紅蘿蔔也放進來 接下來呢來放白菜 因為大白菜的梗比較不容易熟 所以我們先把梗放下來 稍微炒過之後再放葉子 然後我們可以把紅蘿蔔 再放再放進去 除非放進去 現在麗麗麗麵 就用了 傷害得受到 可以留在這裡 我們先把紅蘿蔔 接着就放叶子的部分 再来是放木耳 木耳不要下去炒 因为木耳遇到油它很容易爆开来 比较危险 所以木耳是跟着白菜的叶子一起进去就好了 然后这里有刚刚泡香菇的香菇水一杯 把它淋上去 还有清水 冷水也一杯 接着呢就把豆皮放上去 因为豆皮它本身有油脂 所以刚刚我在炒菜的时候呢 油就没有放很多 只放一点点而已 这时候就可以盖上盖子 让它慢慢的焖煮 等到这些食材呢 煮的差不多软了之后 我们把它翻动一下 让它所有的食材 能够融合在一起 这个时候呢 再来调味啊 味道比较容易平均 首先呢我们加一汤匙的酱油膏 或者是家里有素蚝油也可以用素蚝油 少许的盐 黑胡椒 再把它拌匀 再把它拌匀 那因为这道菜呢里面有相当多的食材 例如说白菜 红萝卜 木耳 香菇 还有豆皮 那营养是非常的平均 如果说家里人比较少啊 煮很多菜怕吃不完 可以只煮这一道菜 那就什么营养都吃得到了 把它煮软之后 然后起锅之前呢 我们淋一些些的香油 把它拌匀就可以起锅了 今天我准备的是砂锅 它的保温效果比较好 如果说家里没有砂锅也没关系 用一般的盘子就可以了 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卤大白菜 我们下期见 在烧的话 我们下期见 吃了一些东西 吃了一个人 吃了一个东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